欢迎大家收听天元解密 大家好 今天有很多东西 因为我们的旅组机密还没说完 是的 不过有一件事先谈一谈 昨天观音开库 是的 最多借多少呢? 10亿 但10亿不代表一定是钱的 有时是健康 那10亿也好 就是一个数字 你以为真的借到10亿 就真的赚到10亿 即是你的意头 记住一句 借钱一样要还 不是提升中间 这些肯定 有借人还 不知道在门口有没有贴着这句 我觉得是这样的 为何我这里提 大家知道两位台影司司长 一个是前一个后 现在是麻箭 前任就说 借钱是何时借的呢? 就是你要我做来的投资基建 不是日常开支 因为你打算有生钱回来 借来做生意 那你有回笼的 那你就借了就正常 即是有钱人做生意 我有本钱 我都是问银行借 都是这样的意思 不是借来盖卡数 你就大劲 借钱才盖卡数 所以如果干阴开库 现任财影司司长 是否应该借呢? 不是我们借了10亿 10亿是一杯水车身 你以整个香港计算的 但如果你财经司司长 其实应该做一点点东西 去开回财运 好像现在 以前前到财业是穿过财神野的衣服 现任财政司应该都做这些大龙凤 起码拿回财神野的衣服 是吗? 尤其是中国人 很讨论财神野的衣服 你这些财神野的衣服是不行的 那你的现象就代表了 比较偏向差 是 其实财心开库是想做什么的? 最主要都是给善信去 每一年 大家都知道平民百姓 我们在这个人世间 当然是财为养命之源 除了水 因为你没有钱就全部难行 这个世界很现实 许管事去割 架水什么都 这是很现实的 但是借货的用意就是 给善信 求到一些心中所想的 最主要是在心灵上对他的什么呢? 一个帮助 当然如果你借货的数字的额度高 也代表了你的云势偏向是好的 当然你说借货的额度低 是否不好呢? 所谓是差一点 但最主要是什么? 观音呢? 其实观音不是财神 观音不是财神 观音不是财神 因为我以前常常在道堂接触得多 原来你问观音求财 原来他不是他似财给你的 观音是普渡众生的 似平安的 他便会找财神来帮忙 即是等于在凡奸 难道你找超哥求财吗? 超哥便是财神给财神 只不过观音是民间信仰最大的 即是没有人来说 一个神器 甚至是菩萨 因为他道佛相修 我们形容是观世仁菩萨 你一定要先搞清楚 所以观音借财 其实用意就是希望 凡奸得以安稳 和郭泰民安 简单说 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 度过每一年的四季 财神应该是赵公明 是的 赵公明 关聖帝君 或者比江 甚至乎 航迅都可以是财神 这几位都是 这个 还有谁 范蕊 也是财神 范蕊就是因为战国的时候 是的 这几位都是财神 越黄勾钱复国 复国之后 接着就散水 但是他就去做生意 结果又是 陶珠公 是的 又发达了 是的 这个都是财神 但是香港主要是 拜赵公明 财神 以及关聖帝君 比较多 你说韩信和陶珠公 就少一点 少一点 是的 大家 今年看得到财困 但是我们今天最主要 继续回来看这个《吕祖基民》 《吕祖基民》有什么启示 《吕祖基民》 上个星期 我们讲到那个 是第四页的 应该讲到急急修善 急修善 急修善多重 《方保东珠换美名》 《岁月长流时运去》 《太极其来》 《龙澳悔》 应该讲到这里 我记得一集 讲到这里 代表什么呢 就是说香港要做多些善 尤其是 当然是什么 一个 就是说地方政府 你才可以保住 《东方之珠》的名字 再来《岁月长流时运去》 很明显就是说 《岁月长流》 就是经过这么多年 这个运 就是说香港这个运 就没有以前那么好 尤其是下一句 太极匹来龙澳悔 这些东西就已经 太极匹来 即是反过来 以前说的 太极匹来 有时可能 即是基文祖师出的字 那些 那些 那些音调的压运 或者是这样 但是 他写得太极匹来 或匹极太极匹来 也好 都是讲到什么 高低分别 是吧 龙澳悔 那龙 这个龙 是否跟四小龙有关的龙 应该是 四小龙 是吧 是吧 因为以前香港 四小龙之首 是吧 直到是首 是吧 澳悔 就是一件事 大家都明白 这件事 是很明显的 再来 这一版 还有以下两句 最应验的 亦都现在正在发生的 就是什么 运转东南太平落 星马座在旗城边 大家都知道 就是星马座在旗城 又讲运转东南太平落 东南南 现在经常讲九运九运 九运就是南北的一个方向 是吧 大家都看到东南亚现在很兴旺 当然包括 几个地方 我自己去过曼谷 是吧 泰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 越南 越南 越南也是 是的 甚至乎印度 印度也是 千万不要分略印度 印度这个国家 未来是 会越来越壮大 我们从疫学去看 都可以看到这件事 那么星马座在旗城边 就是星马泰 星马它是没有说泰 星马也是说什么 新加坡 还有西亚 是吧 所以如果你说发展的方向来说 就是东南亚 就相对地比较优胜 再来最后 在这一页的最后一句 第四页最后一句就是 飞薄中强海内战 歌船飞航 腎两边 这一句就很应验 飞薄中强海内战 飞就是菲律宾 中就是说中国 那就是说什么呢 海内战有机会在今年 就会有 冲突 冲突 它写海内战 即是海上 海上的冲突 事实上都有了 这几天已经是这样 现在就撞到菲律宾的船 这几天已经有冲突 吵来吵去 那再说 他说什么 你只要坐船飞机 都要什么 都要伸两边 你不要走入海内战的战区 那些民航 民航是经过不出奇的 所以就说未走两边 但是大家知道 马来西亚都没有你丑 会被人吹去 就是飞弹 射爆航机 是的 远的就是有南韩 进入苏联边境 因为被人吹低了 所以 简单说的寒道要很小心 再来 说到这一句 我就想起上一集 前一集 我们说黄大先师的机闻 他说今年会有三个战区 现在发生了有两个 大家都知道 未发生有一个 会不会是这个 你可以这样说的 勉强红海那里都是战区 都吹到九彩了 所以说 不是台海 是这个什么 南海 第三个战区是南海 好了 这张就完了 第五页子 第五页子 就说什么 紧张局势 堂、航、延 延续延 台、航、延 台、航、延 台是台湾 韩、韩国 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 会延续下去 插弹、射箭、客两边 即是什么 基民所说 客两边就是靠客 韩国 当然跟北韩有关 金仔可能又 今年又继续射一些 子弹、飞弹出来 吓韩国 中国 即是我们的祖国 可能在台海附近 军演 军演了很久 继续 他说延 延续的延 所以 插弹、射箭、核两边 有这个现象出现 再来 日落、黄昏、改祖国 王中边境 弹、雨、尋 这句有点心 日落、黄昏 即是什么 会不会有某些人 或者某些团队 会什么 自己拜拜 日落、黄昏、改祖国 当然他没有说明是谁 他不敢说 你怕 哈哈 很奇怪 祖师也很小心 不,祖师不是害怕自己 害怕害怕犯奸的人 害怕犯奸的人 你知道现在打小人都不可以出相 知道 这件事 这么多年来 真的是第一次听 是吗 打小人不出相 有什么效果 真的 那就写个名字 我写个名字 如果你有了 三十八字 对 三十八字 对 四十六 使人就是这样 黄中边境弹、雨沉 黄这个是黄色的黄 黄中边境中 代表什么 会不会是黄皮肤的意思呢 黄 中是说中国的边境弹、雨沉 沉是沉爪沉 会不会在这些地方不断有一些子弹飞来飞去呢 这个大家再拭目以待 未见太平中、东、亚 未见太平中、东、亚 即是什么 说中东 亚洲区的中东 这个亚应该是亚洲的意思 中东 中东大家知道自己 大家在发生什么事 未见太平 是吧 蛇鼠一窝走极端 其实都是什么 蛇鼠一窝 而祖师就是 郭基敏形容它是蛇鼠一窝 走极端 极端就最大事了 因为我们经常说 阴阳要平衡 五行要平衡 如果走极端 就倒在一边 就会出事了 人走极端 人有问题 一个国家走极端 就国家问题 国家问题 连带到人民都生活困苦 五圈摧摧 欧洲国换来一息在太平 大家都知道五圈是哪个 五圈就是奥运 是吧 五圈摧摧歐洲国 今年奥运 法国 欧洲国就是法国 换来一息在太平 即是在奥运期间 大家就不打仗 大家什么都不要动 比赛为主 是吧 先举办好这个 奥运的城市 再来就是 疯人示意美周行 这个疯是疯癫的疯 人是人类的人 有什么疯人 疯人示意美周行呢 明昌暗斗 奥冠元 这个疯 我会想到什么呢 会不会是特朗普 他现在损硬 有这么说 我不是说他疯癫的疯癫 不是说他疯癫的疯癫 很多人都形容 特朗普 行事是什么 乱出章 原因 其实我以前也说过 说他八字 也说了他 去年我们没有说过 他和拜登的疯癫 说他今年是会当选的 我们从八字去看 而因为 特朗普一直被人的形象 尤其是法刑 以往他做过 上一任的美国总统 都说他疯癫癫癫的行为 说话也 或者乱出章 原因 都是因为他的命盘中 火对他的行为 有这个性格出来 这个疯癫 会不会是他 因为肆意美洲行 很明显是美国 也有说到 特朗普今年也是他的 我们在八字学看 都是看他的 明昌暗斗 保冠元 元是元而的元 明昌暗斗 大家很明显 政党与政党之间 各与各之间 很多都明昌暗斗 保冠元就是欠什么 欠利益 很明显 利益或者是 华士 那些 气运依旧 细火炎 珍惜资源要留神 气运依旧 就是说 没有转变 细火炎 炎 炎就是代表什么 简单 炎就是代表火 会否代表紧张的态度 还有要大家珍惜资源 可能在这一年来说 资源很多时候都会多了浪费 那他资源的意思是水 食品 还是华士燃料 他有没有说 他只是说珍惜资源 要留神 但是如果你说 整个具体下去 气运依旧 细火炎 你要看上面那句 那就是说 会不会是一些 能源的东西 和能源比较多 那当然 不要说能源 真的食水 食物都要珍惜 尤其是现在常常说什么 说环保 但是环保 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名目 但是最重要 大家自己懂得珍惜 再来就说 俄乌长埋 占火内 未见一刻有暂停 很明显 就是继续打下去 继续打下去 今年都不会停 但是下一句 就会有说到何时停 隔运开局 炎火土 创新依旧 事未前 隔运开局 即是什么 即是平战 有新的局面 有新的格局出现 炎火土是什么 我会看是丁美年 2027 哇 今年的2024 炎火土 炎火土 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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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我们说过 当日俄罗斯和乌克兰 攻打乌克兰 那时候 是二任人年 那时 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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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2月份的時候 我們現在都3月份 3月初 即是一個月前 最後這一頁就說到澳紐三火要謹慎 處處未見太平宴 澳紐正在發生三火 澳洲基本上到了這個時候 都會有的 他們這個時候應該是冬天 這個時候開始凍 開始凍 不應該是秋 我們的春季是秋季的氣候 當然月份是一樣的 這裡說處處未見太平宴 即是這段時間沒有太平的日子 轉境轉運運難好 經濟跨倒難有勝 勝負的勝 即是甚麼呢 即是大家都看到了 轉境轉運即是甚麼 進入九運 是吧 全世界大家都進入九運的話 這個2月4日立春後 但也有說到經濟跨倒難有勝 即是代表經濟都是向下滑的 即是可以說 會有些事情注定呢 當然注定還注定 人始終有選擇權 如果那個選擇 或者簡單點做個比喻 一間公司 老闆的決策 是正確的 經濟怎樣差也好 他都不會倒的 即是不會跨倒 但如果反過來不是 那個決策經常都錯 或者做事做不足 或者甚至乎 那些事情 反過來做 這樣就 就更加難有勝 那勝負的勝 不是性情或者 性別 那個勝 辛苦眾生 火裡煎 彈求平安在甲神 很明顯這句說話就說 世界所有人民 這個眾生 它形容為眾生 今年是很辛苦的 火裡煎的意思是甚麼 大家過一個很艱辛的日子 彈求在甲神年 平安度過就算了 即是說 大家都要知道 尤其是一些運勢 不是那麼好的人 彈求平平安安 無病無痛 是吧 就不要想著 要發達 賺甚麼大錢 是吧 不虧錢 或者 不虧錢即是贏的 是的 有份工作 平平穩穩 你已經叫贏的了 即是這一句說 這一句是很明顯的 再來就說 事事禮恩借三聖 天璣難測二難寮 三聖是哪三聖呢 第一個 就是甚麼呢 阿彌陀佛 嗯 第二位呢 就是觀世恩菩薩 第三位呢 就是大世智菩薩 不是 文殊菩薩 應該是 這三聖當然是佛教 是吧 所以我們呢 我們就要甚麼呢 除了做善事 所說 那你就要甚麼呢 去 參拜三位 去參拜三位呢 做甚麼呢 就是求個平安 令到自己呢 事事平安 不要 不要甚麼了 不要有甚麼 稍為的 不要有甚麼差池 應該說 應該是這樣的 這個呢 大家就要去 當然看你自己的宗教信仰 天璣難測二難寮 天璣難測 即是連天呢 都很難預料到 接下來會怎樣 不是吧 大佬 天璣難測二難寮 是吧 天璣呢 是凡人難測 因為所有東西都寫了在劇本裏 即是跟著怎樣去法 都是的 是吧 那好了 蝕盡一二 告君之 即是說現在呢 講到一二給你聽了 即是三四五六那些 就講不到那麼多了 即是有時因為結果變化可萬千 即是說因為 有很多東西 變化速度 尤其是信息萬變的年代 是很快的 可萬千 即是這件事有很多個局面 那你看 你看過 End Game 了嗎 看過 是吧 Dr. String 都說 喂 多少分之一 就是那個一 是吧 因為有很多個不同的情境會出現 是的 問題就是你在哪個情境上 就是生活的 是的 所以結果 就是這個變化可萬千 唯有於眾各心田 各眾修德 講行善 眾就是講眾人 眾生 普羅大眾 是吧 講心田 即是甚麼 你的心境 行善行惡 就看你自己 最重要是甚麼 修德 講行善 經常都說 同一件事情 如果你心地 心態 不同的話 得出的結果 也有不同的 即是你的心地不好 和好心地的結果 就有分別了 諾邦自見 在目前 哈哈一聲 不多說 諾邦自見 在目前 即是 邦呢 這個就是 成邦的邦 快樂的樂 即是 很樂意見到這個地方 是否這樣解釋 自見在目前 哈哈一聲 不多說 最重要是甚麼 開心心 講多都無謂 過得自在 最重要 心領神媒契廟前 律眾同返 勵搖遲 有緣再是 如妙篇 退 這個就是 呂順陽祖師 最後的這三句 心領神媒契廟前 即是大家要心領神媒 要去理解這個 機民的 一個 所說的一個 內容的表達 當然 每人理解不同 我現在我的理解 就是這樣 也不代表我正正的 不過我想 就算無論如何理解也好 大家對今年 似乎是比較悲觀 沒錯 中外的語言也是這樣說的 語言其一 有些經濟學家也是這樣說的 那些東西很吻合的 這些看經濟數據 都吻合的 最後 都是說甚麼 卻眾同番麗耀祠 麗耀祠即是甚麼 不是麗耀村 麗耀祠可能是一個開心的地方 好像麗耀祠 好像是皇母娘娘 皇母娘娘 是的 那個天上面天堂的一個池 他的意思即是甚麼 不跟你說那麼多了 我走了 我回上去了 祖先師應該是這樣說的 所以有緣再試 原妙篇 有緣的話 再跟大家說 今天 就乘著上集的 女祖先師的機聞 就說完了 大家也去 叫做甚麼 理解一下 參詳一下 我們都會放在節目上 好像上次這樣 會放大給大家看 大家最重要是甚麼 要知識 喂 真的有機會 可能真的 南海會有些戰事出現 大家如果去那個方位的朋友 就小心點 也都再提提大家 上次我們說過 日本那個流星 那個綠色那個 是吧 有說到 千葉 雜坊 這些是 高危之地 真是無道有偶 剛好最近這幾天 千葉就 又洩地震 真是有些地震 那些叫做頻繁的地震 它是不太嚴重的 是一些頻繁的地震 但是我們如果在那次說那個 節目看回時空盤 接下來就是四月份 慕神月 就是人貌神合了一個木局 真的很擔心下個月 容易有一種 在日本會有一種大地震 如果大家聽到 有緣聽到我們說的 甚至乎可以的話 通知一下一些 在日本的親朋戚友 不是 在日本的親朋戚友 如果真的準備去 而未確認 就不要去住 我想去 我也是說一句 不要去住 我想去 那你說確認了 買了機票 訂了 訂了 訂了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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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真是前座生外物 如果真是很大件事 就這些錢 不如 但是有些未必相信 再來就是 那個什麼 如果住在日本當地的朋友 和聽眾 其實現在多 是的 很多人住在日本 我有好幾位的朋友 最近都去了日本 所以就 小心 小心的是什麼 做一個準備 萬一真的有事發生 有沒有一個為安全的地方 讓你去做一個避險 以及準備糧食 這個我可以說少少的 凡是日本每一個地方 都有標明一個避難所 但問題就是 如果發生了 好像3.1那些 如果你作為一個遊客 你第一件事要想 怎樣走 是的 所以去到那時候 第一件事 不要覺得可以倚賴手機 或者那個信用卡 是的 有現金 因為 你一有天災人物 那些信號就沒有了 是吧 所以剛剛有現金 不要打算 電子支付 其實使用現金是最穩陣的 真的 還有 就是當地的朋友 準備多一些糧食 萬一有什麼事的時候 都有食糧來充足 首先補命 就是這樣 今天節目差不多 差不多了 那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謝謝 沒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